4月3日你的功力居然靜靜的不少 看來只有 下何以且不忙著和這些傢伙拼命 讓我的得意之助來試試這些傢伙 咱們好好整理一下,在旁邊看就行了 得意之助 嘿嘿嘿,你看就知道了 這...這是... 嘿嘿嘿,這是我用40巨人獅拼受而成的鬼魄獅王 這獅王不但極具獅之精華 身上所縫人筆 更清過魔血清煉 不畏諸般術法 你們好好和他玩玩吧 當一,你真的好狠毒 為了造這獅魔,你害了多少人命 嘿嘿嘿,這精神沒起的好處 就是歹人二頭好找 讓這些傢伙造成的絲魔更具威力 這些日子男街頭無端掃的這些二頓 而過,我答應可是難得做這種好事 哼,可沒人教你們把他們做成這耳鮮玩樂 你說他不會一句作法,我倒要試上一次 瘋姑娘,這答應說話有恃無恐,指方並非虛言 我們得小心一點 這我明白 喔,好吧 所以他就死掉了喔 好,再撥一個 好,往前站一點 那我不確定要不要作威脊給... 陰劍屏收尾啦 好像不用 走這麼快 OK,好 先存個檔 好 我們先讓劍屏走上去 好,先讓環境收打一下 好,一滴 1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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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好了 好 我們要在 1 2 3 4 5 6 6回合之間要把他打倒 1 2 3 4 5 6 嗯 糟痛 我不相信 他當真不會做法 我聽說過 這是魔道的血師練作 只有玄境無三滅法能破 只是這法作極是高升 現下我自己也不會 這絲網一昧地因造下 窮追猛打 極致凶險 眼下可有什麼良錯 嘿嘿嘿 知道鬼魄失望的厲害了吧 不但是信義的小鬼 今日你們全都別想生你的末世 答應 你也少致命得已了 我就不幸飛天進法 破不了你的血咒 瘋狂狼 你不可 如果倒不了 這絲網 但我好像都是死路一條 殷大哥 只希望 只希望你以後不會忘了我 沒那回事 我就是和他拼得狂歸雲鏡 我天旋門劍法 如果你死了 我也不能毒火 不如有我 朝九淵明印 逆兩夷之心 引四方立神 上七破八立 月兒 你不能 應日月雙滑 五千丈絕哨 現五魂為約 神魔共止破 月兒 你沒事吧 我 我沒知道什麼傷 這一擊只是勞亡我身上的氣 暫時不能再施展進法 哼 若讓你完成此咒 那還得了 可惡 果然是你阻擋我施法 夏侯怡 幹得好 這威力卓雪的絕天進法一出 說不定死亡的血咒 真會被破 魔尊皆反照 血肉盡為攻 烈魂化交火 鬼是獵人欲對 夏侯怡 你在幹什麼 進法 不是你會啊 姑娘 這是五天黑眼正的咒語 反正你們已經贏定了 何必戰 八年前 我也曾神險如此絕境 難怪那時我沒勇氣用禁法 結果亮成我畢生的汗死 我很羨慕你 又會心上能而死的覺悟 如果今天有人 因為失用禁法喪命 那應該是八年前沒有死成的我 而不是你 夏侯怡難道你 非天明華煉 黑眼巨封面 這怎麼會變成這樣 夏侯怡這小子為何 殷大哥 这一天也面证威力极强 这死网身上的练血尽咒一破 怎么不要辜负那位夏侯兄的一发心意 我明白 人觉得这死网 我绝不放入当英的老鬼 哼 今天算你们好运 可恶 又被当英的老鬼跑了 殷少侠比起 总有一定会追到这老妖怪的 大家先先超度这鬼魄死网吧 OK 好 现在要赶快打死他了 我现在好像剩六回合了 新生武术 应该可以啦 嗯 叶明龙被打比较不会痛 他怕火吗 怕雷 对 怕火 怎么才伤一点点 打爆你 打爆你 挡住 来来来 站远一点 我会看起来是 来得及打死他的 怎么都防御防住了啊 上面重力太低是不是 我这么会 是他命中力太低了吧 OK 还有六回合来打完 嗯 我是觉得还算蛮好打的啊 好 好 超痛 一火神爵 很高 好 太厉害了 会睡了 接下来 那还要是 代表了 只是 太厉害了 我看看 就是 没想到 好 你 不行 你 2-5-2 不知道會不會打死 增印的那個防禦力比較低一點 對 我剛剛應該走下來一點的 用破模組 3-4-8 OK 好 1-4-9 然後 我覺得我們全部人都蓄起來了 可以這樣 啊這樣 然後 等一下喔 我懷疑會不會被打死啊 我懷疑會不會被打死 哎呀 打死他了 好 我重來 好 重新來過 我會想把鬼迫石王給增印收尾啊 然後全部人全部蓄棄 就是不要讓他 不要讓我們攻擊到鬼迫石王 24回合內解決他就可以了 哇 超痛 啊 這裡沒有 好 這樣也可以啊 好 就這樣吧 OK 這魔孩終於 就是長眠了 大家都沒事吧 如此可怕的妖物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回想起剛才的血戰 我此刻還心有餘悸 如果那位夏侯兄神秘 破除石王的 戀血禁止 這麼早就橫施於此了 指風姑娘和風姑娘說的沒錯 她的確不是壞人 只可惜當年究竟是什麼事 讓她遺憾終身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也永遠都無法幫她解開這個心結了 其實還不算太遲 erst一陣子 殷公子 如果我能讓夏侯兄復勝 你以為如何呢 以凡身使用焚天絕天禁法 立即魂魂魂魂魍面上而死 指風姐姐 這還能有救嗎 但魂魄的時刻還遙遙於此 並未完全消散 我這裡有一件名叫定魂柱的仙教法法 可以說他的魂魄後送回洛生 如此便可讓他附身 然而此人是正是邪 身為要未知 同他附身之後仍我為敵 那並不必要為此浪費這些法法 原來如此 直風姑娘 你的意思是 到底要不要讓他附身 就像殷公子你的意思 我們的仙面都是蝦豪兄救的 其實他今後就是以我們為敵 怎麼也不能因此 就不過念他的救命之恩 直風姑娘 請你救這位蝦豪兄的仙面 謹尊所屬 殷公子 那我這就開始收魂路魄之遺了 有了直風姑娘嗎 有了直風的仙術 果然是精湛無比 直風姑娘這一手 收據上鋪的反命神技 只是能憑正開了眼界啊 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 是這位姑娘用定魂珠 收回你世上的魂魄 為何救我 是蝦豪兄神面用禁法 急迫死亡的護身禁制 我們才得以幸存 這份恩情焉冷不報 是我自己高興用禁法了 可不是為救你們 你們的生死 才不干我的事 蝦豪大哥 我是不知你為何嫁出嗜血一火 但你莊兄賈克里一點都不像 直風姐姐說得對 你打仗心裡就不是壞人 只是因為深恨正派諸人 所以才自居邪明 我說得對吧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就是為何你願意代替我 用禁法而死 莫說你和我們原先是敵人 即使你內心良喪 恩我們非清非故 你也沒道理為我們捨命啊 我知道你的過去必有許多傷心之事 你不想提也沒關係 只是經過這許多事之後 如今我們室友非敵 在我病人的相像之裡 竟然也並非真心為惡 只希望你莫再回到世邪那邊 突然那麼為難 就算答應知道我未死 世邪也不會再相信我了 哼 我本以為一死 死了一了百了 難知你們多此一舉 我無端端撿回這條命 卻不知以後該做些什麼 小小雄術法學尾十分高明 何必如此自欽自欺 那小小雄不行我們本領低威 不如加入我們一夥 一起追討世邪如何 你…你要邀我入火 正是…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你要邀我入火 你要邀我這個不久之前 還在和你們拼死死殺敵人入火 你少小雄竟然肯請我 將這些仙界法寶用諸於你 這是不再存心追溯的既往 哼 竟然也沒人信任過我 反正我今後上午打算 暫且跟著你們一如不可 不過我話的事情說在前面 我善用男士魔道寫法 簡直個性行無常 和正派行事大義齊去 以後弄出什麼事可別怨我 這個在下自然明白 做法原不需拘泥這與正邪之分 只要發誓善心變成 小雄哪是個名領之人 我想今後一切自無問題 哼 多言無異 現在該當如何 還請思想 這是這首剛才逃走的單一呢 他們趕快從那門追出去看看 或許還能找到他的蹤跡 至於有關嗜血的種種 路上再逐一向小偶向請教 那就遵聽隨便的 教授就快走吧 OK 然後這邊就 這集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寶物 我們挖一下 然後剩下的就是 去房具店 微信店買的東西 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好 那 這集的重點就是 呃 要先把披甲符給陰劍屏 然後下一關會用到 然後買一個 妖骨咒 防具給三關元 然後還有什麼 欸 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金銅秀劍可以合成 那個 劍魂死吧 好 好 那這集先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看到我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 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打開 你就能隨時追蹤到我最新的影片喔 然後大師版的IG 可以 無聊的可以去追蹤看看 大概就這樣子啦 好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 掰掰